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人就该退 退 退 自己创造著剧本 自己还一边Q导演 你们不会把这部分剪进去吧 隐含台词不剪进去我不白设计了 这个解 好像随时都有让人脚趾扣出三十一厅的能力 整个画风就是只要我不尴尬 别人就不会尴尬的自信风 没想到 在浪姐用尽了力气的赵英子知名度没提升多少 骂声道是可以拉长三条街 从那之后 赵英子蹭热度小能手的称号就再次重出江湖 近日 赵英子参加了蓝台的一个综艺 其他人的营销都是重规重矩 反倒是赵英子 一上场就放了一个大招 用敌命梦渣介绍自己 还说他们几个是娱乐圈的颜值天花板 表面上是在赞赏这几人 暗戳戳地表示自己长得也不差 顺带还蹭了一下当红小花的热度 高 实在是高 蹭了一下长相 还顺带内涵了一把他们的演技 眼看住他要在自刮的路上停不下来 吴正宇用一句 长相可以像 演技别来沾边 堵住了他即将拉踩的趋势 灰英红也一针见血 你不就是在蹭热度 看看 都是在渔圈闯荡了多年的大佬 你那点弯弯绕都不够看的 何况手段还如此低级 不过 赵英子本来就是爱搞事情造话题的属性 他把想红的心思全部写在脸上 直白得很 虽说不讨人喜欢 但也算是真性情一种吧 何况他现在在圈里的资源 跟他刚出道的时候确实差距很大 如果单靠演技估计也闯不出什么太好的资源 在新综艺上 故意一下子碰瓷了四位小花 为的就是搞热度 他自封的这个称号一出来 就引发了多个热度 相关的词条也是一条基一条 蓝台的综艺也火爆出圈了 他这一句话 拉高了热度 提高了综艺的知名度 一举多得 就是名声不好听 不过 想红就不要太要脸 不然只能继续沉寂下去了 所以他又在节目中自动的爆出 自己在17年红毯晕倒事件 那个晕倒前的一回眸 成就了他好几年的热度 虽说后期工作是抠出了医生诊断的过度劳累的病例 但还是假得很 看看他这几年的路子 其实也是比较迷 不管怎么做 本质上还是不红 但他有一点说的不错 在大二的时候他还是有过巅峰时刻的 代表做事芒果台的电视剧因为爱情有多美 正因为林多美这个角色 让剧迷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他还是有助很深的滤镜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姐自从开始多脸之后就从古典女明星变成了塑料网红脸 不知道是不是名气一落千丈 自己又走投无路的原因 她也想测一下网络主播的热度 为了红也是没了下线 拍摄擦边球视频 被官方扫走 开个直播喊粉丝老公要礼物 对此这姐一句有黑料才会火 才会有流量沉沦的明明白白 有一说一 赵英子的演技还可以 有时候还会给人留下一项 可这姐就是不把心思用在正地方 要是好好的不作妖 估计现在路人员也不会这么差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